今天這個沒搞頭 對 今天只是先介紹這兩個金屬給大家看而已 我是Waung 歡迎來到只有娘的世界 好的 那在上一集呢 怎麼就是做出了這一個 呃 工匠廚藝巢哈 然後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的 菇跟阿迪特金屬可以在同一個 呃 儲存空間裡面 並且不會合金成馬御靈了 那今天這一集呢 怎麼就可以來研究我們的 欸 最快速的降魂十字稿了 沒有錯 那麼的話 在研究這個十字稿之前 我想先跟各位說一下哈 啊就是說啊 會有觀眾跟Waung反應說 Waung你為什麼不私下開一個 創造模式的地圖來研究 想要製作什麼樣的工作 而是要在這個生存遊戲裡面做測試 那就是說我這樣很浪費我們的那些素材啦 那Waung這邊就跟各位說 我現在是在拍影片 對 我在拍介紹影片 那我自己完成純模式的時候 我當然是不會這麼好素材啦 那有些配方我也是早就知道 這些東西其實是會失敗的啦 但我還是會再把它拿出來拍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樣子浪費一點素材 如果可以幫一些朋友 更了解這個模組的話 那我這個多浪費的素材就值得嘛 就起碼我這部影片有介紹到 我想介紹的東西嘛 不然我也是可以直接 第一集就把一套神裝做出來 然後呢前面東西通通都不跟各位介紹 大家就會只知道 我這套裝備很厲害 然後呢就 還是不太了解這個模組在玩什麼東西 那我覺得這樣沒有比較好 所以就 我今天還是會浪費很多素材啦 如果你看不太習慣的話 可能我這個頻道不太適合你啊 那我們今天就來繼續做教學吧 那我們也是先來打開一下 我們的降魂材料手冊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要介紹 菇跟阿迪特嘛 這兩個金屬主要也都是跟 那個挖掘有關係的那個能力 首先菇的話 它的頭端呢 它的挖掘速度有12 非常的快 應該是所有挖掘速度當中 最快最快的一個東西了 那麼的話 看一下 對它12已經是最快了 那接下來呢 它的頭端還會有這個動力的效果 就是我們只要一直挖掘的話 會越挖越快 就很猛很猛 然後呢 附件的話有這個輕量的效果 就是不管攻擊還是挖掘的話 都會增加那個速度 那手柄的部件 它會扣10%的總耐久度 但是它本身耐久素質還可以 所以 說得過去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阿迪特 阿迪特它 本身挖掘速度不太快 但是呢 它有一個10負的效果 就是耐久度消耗的越多的話 它 挖掘的速度會越來越快 但是傷害會減少這個樣子 附件的話 它雖然說 它耐久度增加了 多40%的耐久度 就是140%嘛 但是它耐久本身是有扣的 所以呢 中等 中等可以接受的這個手柄 對 普通可以接受 那這個S效果的話 它主要是為了讓這個工具 持久而存在的效果 就是 我們只要 挖掘的時候 有挖到石頭類的東西 工具就會補耐久度 但是不會吃掉石頭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那我們今天主要目的是 要讓工具快一點嘛 所以 手柄的部分 我們就用那個 菇的就好 然後頭端的話 我們再拿菇的頭端 跟阿迪特的頭端 做一下比較哈 好的 那附件的部分呢 我們也是用紙張 反正附件的部分 它只是增加耐久度 它不會扣到耐久度 所以附件的部分 我們就用紙張明刻 這樣子我們到時候 強化的話 可以再多弄一次加速的強化 然後頭端的話 我們就分別弄上一個 菇的稿子 跟一個阿迪特的頭的稿子 就是可以這樣子挖 感覺已經算是挺快的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阿迪特的話 在它耐久度還是滿的情況下 它挖掘的速度就 還滿慢的 沒有關係 所以汪汪先來扣一下它的耐久度 那一般的話 我們想要消耗我們工具的耐久度 我們會選擇 挖很多很多的石頭嘛 或者是我們可以找一個刷怪塔 然後拿我們的工具 一直一直尻我們的怪物 但汪汪覺得那些都太慢了 今天介紹一個方法來給各位哈 就是我們可以先 放一個黑曜石 然後呢 在我們的副手拿起我們的火把 然後呢 拿起我們想要消耗耐久度的工具 然後呢 開啟汪汪的連點技能 放上我們的火把 然後呢 按攻擊鍵 它就會 一次敲很多很多的方塊 然後我就可以這樣子 很快速很快速的消耗我的耐久度 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耐久度 因為它本身有1000啦 本身很多 但是已經看得到它有慢慢的在消耗了 那我們就這樣子 慢慢的來消耗我們稿子的耐久度 到只剩那個 0 呃 18 對 來看一下哈 我剛剛隨便拉迪賽一下 喔 已經消耗了200耐久度了 好的 經過了大約 2分鐘的時間吧 看一下我們的耐久度已經到了 58了 好 58 那我再敲一下哈 一下 兩下 三下 喔 好 2耐久度了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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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哈 這個 10負的效果 可以讓它加多少的速度呢 它現在挖掘速度是3.5嘛 它增加了 5.42的那個速度 那這個 跟我們的菇比起來 因為我們菇本身是12的速度嘛 所以菇還是稍微快一點 那 但是呢 我們還不能把話說得太死 我們還沒有經過那個紅石強化過 所以呢 我們再去拿一點紅石來用吧 對 我先去拿一點 綠寶石來跟我們的村民商人來換紅石哈 來我們有很多很多的綠寶石 好 來把綠寶石給換出來 好 然後 對 來跟大家回顧一下 這就是這個 NPZ賣的東西 全都是村民會賣的東西 我只是讓它那個 可以買的速度變快一點而已 好 那我們就買 再買 繼續的買 買出很多很多的紅石 好的 雖然我 我相信很多人都記得那個 紅石的那個強化就是 迅速的效果 但是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有多個等級 然後呢 可以增加攻擊速度 也包括了挖掘速度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 嘗試看一下 首先呢 先把這個紅石拿掉哈 我們先看一下菇的稿子 它原本的速度是12嘛 把紅石加上去的話呢 它的速度會變成 17.5 那這樣的話 它是加了大概 5.5的速度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那個 我們的阿迪特 阿迪特它原本是3.5 那這時候我們把紅石疊上去的話 它是加了 喔 它變成10.3耶 所以它 每一個強化等級 會加了比 菇還要 多一點點的速度 所以呢 最終它 可能會比我們的 菇還要快 如果加上這個紅石的效果 那我們就在我們這個阿迪特的稿上面疊上我們紅石的效果試試看哈 來 我們把它全部都堆上去 好 把它弄到最高等級哈 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啊 第五個的話 呃 我們還需要再給它弄一次強化 我們就用我們之前獲得的這些 史萊姆水晶 然後我不太確定大型板子可不可以把它變成明克2耶 喔可以喔 那那我這個 欸 對我又浪費了此頭端的那個稿子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把它給弄出來明克2吧 然後呢 就可以把它變成 那個最高等級的迅速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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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石推動你的移動速度就超超超超級迅速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欸 可以看到我們的那個阿迪特的稿 它的那個挖掘速度會有 28.23 然後再加上十負的效果可以加那個5.41 所以這樣大概會有32.6的速度 wow 32.6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再拿這個阿迪特定啊 變成我們的阿迪特利試試看 那我們就可以嘗試把這個阿迪特稿的頭端 換成我們這個 欸 孤稿的頭端 看看它的速度有什麼差別哈 然後就會發現說 啊 我們還需要那個187的耐久度 有種被罵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可以拿一點阿迪特利來修一下哈 好 這樣子的話應該就夠了吧 好 那可以看到 它現在十負效果還是有加5的 所以它起碼還是有那個32的那個 欸 挖掘速度 那我們再換上我們的那個 那個 孤稿子 就可以看到 欸 孤稿子 它的挖掘速度只有31喔 所以我們阿迪特 稍稍比我們的孤稿還快一點 如果是進行了5次的紅石強化 呃 但這個 啟動條件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就是我們要一直把我們的耐久度 維持在 低耐久 看一下哈 我再 給它修一次的話 呃 它可能就沒有比我們的孤稿快了 所以呢 呃 雖然說 阿迪特最終會是最快的 但是呢 呃 以方便性而言 我們的孤稿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拿原版的這個 欸 效率5的鑽石稿稿 來跟這個阿迪特稿的挖掘速度做比較吧 不對我沒有把阿迪特稿給拿下來 好的 那我們就來這個 欸 史萊姆區塊這邊做一下測試哈 我先放一堆石頭 先試試看我們的鑽石稿 挖掘起來的話會像是這個樣子 感覺已經相當的迅速了 在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放上一排的石頭 然後這次呢 換上我們的阿迪特稿 有 5加速的阿迪特稿 它挖起來像 呃 怎麼感覺好像 好像沒有比我們的效率5鑽石稿還要快 這是什麼回事 難道說它只是 難道說它只是挖掘等級比較高嗎 孤而已 啊 還是說呃 單純是阿迪特的緣故 說不定我換上 那個 欸 我們的 孤稿頭的話 可能就會變得比較快了 那我再給它修一下 然後換上我們的孤稿頭 啊還需要五耐九度 真是的你 好來來來 請你吃請你吃 都給你吃 好啦 啊 這次我們換上孤稿啦 看看速度有沒有再稍微快一點哈 我們必須要拿出一點成績 對 好吧 一點成績都沒有 很好 所以我們這個有超超超級迅速的這個 孤稿子 呃 跟我們的鑽石稿 呃 效率5的鑽石稿 好像其實是差不多的哈 對 好像有點小失望 好 天啊 那麼 呃 也沒關係 我們來試試看黑曜石 說不定我們可以看到新大陸 來 我們的鑽石 挖這個黑曜石 會需要 呃 這麼久的時間 呃 我不小心開連鎖挖礦了 那我們的那個孤稿子呢 欸 挖黑曜石呢 呃 好像也是差不多的時間 好尷尬啊 天啊 好尷尬啊 喔 浪費了好多 紅石 天啊 那個 嗯 我覺得我們不能泄氣啊 可能是剛剛的石頭量太少 所以做不出一個比較 就 我們還有一個 那個 孤稿的動力效果 越挖越快 我們沒測試到 那我們就到一個 我們之前來挖石頭的洞窟來看一下 我們先拿我們的鑽石稿挖挖看 嗯 它挖起來就跟剛剛一樣 沒什麼變化 那我們再來測試看看 我們 孤稿頭 它 它越挖越快的效果 會不會 欸 出現比較大的差距 好 先挖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好囉 開始挖囉 有 有變比較快嗎 好像有變比較快喔 你可以再快一點嗎 我需要 more 快一點啊 但是 呃 嗯嗯 好像 欸 再拿鑽石稿挖一下好了 喔 好像是 呃 有 快 那麼 一點點 啦 一點點 對 沒有錯 稍微比鑽石稿厲害一點點啦 對 沒有錯 那這個 欸 欸 我做的這個超超超級迅速的鑽稿 我應該 以後我們看不到它了 對 因為呢 我還是比較喜歡我這個 欸 有放上了我們那個燃燒木的那個 自動熔煉效果 再外加上幸運3 啊 現在已經強化過5次 所以它就沒辦法弄出幸運3了 有點可惜 那麼的話 我們就來 把我這個原本的稿子 換上我們這個 欸 鑽的頭端 這樣子它挖掘速度就會變快了 然後呢 再放上這個 那個 菇的手柄就可以加10%的速度加成 最後呢 再把我們的紅石壓印上去吧 就是我們最原本的這個稿子 把它 強化那個 欸 4次的紅石加速 好 這樣就行了 喔 看看我們這個十字稿 它終於進化到最終形態了 而且我們之前有弄上這個 黑曜石強化的效果啊 所以它頭端看起來是紫色的 很帥氣 好的 那今天怎麼就是研究了 菇跟阿迪特金屬 齁 那麼 呃 就是 兩個跟挖掘比較相關的金屬啊 那麼 欸 下一集的話 我們會再來研究 錘子的部分 就是 欸 我們現在這個 稿子 挖掘速度沒有比鑽石快很多的話 是不能挖出一個很大的海底洞窟的 所以我們會再把這些效果研究到我們的那個槌子上面去看 會不會有 欸 稍微有一點搞頭 今天這個沒搞頭 對 今天只是先介紹這兩個金屬給大家看而已 好的 那各位在網友影片底下留言之後 可以留言告訴大家DMinecraftID還有名字 這樣你就有機會出現在網友影片當中喔 今天就這個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同爆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點母湯 嗯 哈哈哈哈